只要你讲腰 你就可以做到的 不然你要去explore 你要去take action 这样你不是跟累 还有人讲这话 我不能 我很累 我说你人生会这样累啊 我还要跟你讲这样多 我说 当然 你要远一点 你会报应 我今次的show的名字叫做 全世界食榴莲 那会给人家低榴莲 不行 不可以带榴莲 对 也不可以 但为什么吃榴莲呢 因为榴莲是我们一国马来西亚的得产 喜欢的人就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就很生气 其实是跟stand up的道理一样 你喜欢那个童童笑表演者 你很喜欢 你不喜欢他们就觉得 浪费我时间而已 所以大家买票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是香港的朋友等你 这次的全世界食榴莲 是一个全世界赚钱的spin off 因为我觉得在香港人面前 说赚钱其实有一些 没有说服力 香港人应该是最懂得赚钱的民族 所以我身为一个马来西亚 没有什么说服力 所以说吃榴莲比较有说服力 OK 出发 讲一下第一个case 这个女孩子是比较 YOLO一点的 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然后她现在是有做 boggling啊 拍摄啊 哦 美女哦 哦 自我价值是很清晰的啦 只是她的家人 还有她的男朋友会觉得 你要务实一点会比较好 就微微来打算一下 她过她的生活很开心 可是她另外一方面又想说 是不是应该要为爱而去妥协一点点 她家人觉得她不务实的点 真的吗 就一直做freelance 没有布丁的工作哦 哦 哈啰 pick up 有了保障吗 谢谢 大家要看导演版哦 尤其是会员哦 一定是先看导演版 你看那个流量你就懂 因为毕竟是我剪过好了嘛 你们看的变成是我的角度啊 真的 经过才选 然后大家赶快继续报名 我们不知不觉 这个节目已经拍了二十多集了 很有毅力啊 因为我很有毅力 然后同时也很有毅力 所以大家才会喜欢看 哇 美女呢 你 哈啰 你好 你好 上车 哇 你穿得好漂亮哦 不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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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莹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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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岁啊 琴 我27 不高 176 哦 你是不是很小一只 你这是问题吗 全部人都是看过我本人之后 都觉得我是原来是很小一只 所以你是就长这么高 就是理所应当的要做模特还是 我觉得我本身喜欢舞台 走在舞台哦 然后人家看着你的那一种感觉啊 当然我会紧张 可是一上台哦 就觉得很爽 所以你是因为活得很开心 别人看不过眼你很开心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我跟你说外面有人以为 很像我们不用做工匠了 因为我的生活是 freelancer 就是我的时间都是我自由安排 嗯 然后我们总是在社交媒体就会post 你最快乐的瞬间而已的嘛 我觉得哦 当我在做我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哦 工作就会掉下来 我好像有一次哦 我就无端端无端端 就有这个工作机会去到马俄大夫 拍San Regis酒店的广告 嗯 这个是不是我去争取的 而是突然间就可能有一个朋友问 哎你要不要试镜看看 就是发照片 因为你都懂广告很难中了 然后上后我就像几张照片 就中了 嗯 然后San Regis是五星酒店 然后我是唯一一个华人 它全部都是按摩来的 嗯 就让我 他们打开我的视野 所以其实我都因为这些工作 我就一直有机会往外跑 嗯 所以就导致我会觉得 我要以快乐为嫌 因为当我在做我很有热忱的事情的时候 嗯 自然而然工作会掉下来 很对啊 这是很对的事啊 可是问题是你其实preelancer不到 就很像我现在我不懂我下个月是这样过的 有没有border到你 还是只是border到你身边的人 我觉得border到我身边的人 哦 当然 OK 你用物质来衡量的话 我还没有achieve到certain level 嗯 but then我觉得我是心里是富足的 嗯 会不会是 我猜啊 我猜 I assume而已 会不会他们觉得这个不稳定的工作 也是有一点点虚荣的 嗯 怎么说 比如说我的女朋友 她的freelance的工作是去交不息 她OK的 哦 可是她的freelance是去做model 就觉得说 因为是不是有喜欢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场合啊 让自己接触这种富人圈啊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不会这样子觉得 是因为这一份行业毕竟我是从大学做到现在 其实model只是我的part time 主要现在的行业是我自己的一个衣服品牌 哦 然后我们是走中大嘛的 哦 part size 对 因为不然的话我现在还不会是 还不需要就是做工作到凌晨 然后还要去泰国干干堂堂 然后过后还要需要那么的辛苦 去为自己争取这一切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理解 只是说我妈妈会觉得 你明明可以有一个要stainable的full time 可是我不要 我选择一个 我觉得我现在有我的自由 我可以安排我的时间 and then我觉得这一个plus size business 可能是我的一个baby 你觉得你家人担心你的理由是什么咧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纯粹是觉得钱不够多吧 我妈妈啦 哦 所以你妈是很会 哈哈哈 你妈是很会赚钱的是吗 啊 做什么工作呢 她有home stair 然后做自己生意 嗯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她 有一点不看好你吧 我相信你的母亲 如果她有经营这么多的生意的话 其实她对你的这个行业应该 可以有足够的认知的哦 所以我还是看不到那个沟通的 因为可能我其实是澎红人 怎么说 就是你没有跟你家人住 我13岁就来KL 我住宿舍 然后到大学 然后到工作 我都是一个人在这边的 哦 就他们没有看过你长大的历程 一年间几次哦 难怪了咯 为什么你13岁又自己出来住啊 哦 因为打球 其实是spot school的 哦 你是打什么 排球 哦 哦 我明白 那我觉得很合理啊 就是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误会 可是有时候你会懒惰解释 为什么懒惰哦 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会理解 你都还没有try 没有没有 我就讲 我现在27而已吗 可是你已经27了咧 然后我就讲 你27嘛 不是这样 现在50岁你才有钱吗 我就 因为我跟我妈咪是很像friend这样的 啊 啊 我之所以就是会有现在的认知 或者是说生活态度啦 嗯 其实真的是因为打球 哦 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是打排球 我们都是6个人要一起 12个人要在一起 所以你看不惯的事情 你要讲出来 你要沟通 因为你们12个 怎样都要在一起 你们不可以去讨厌对方 你明明很讨厌他 你都要去跟他讲 诶 中文你要这样子 你要去解决 我很喜欢和运动员聊天哦 是因为运动精神是很重要的 真的 而且我会看到他们 我会起毛的 我现在看他们打球还是什么 那种不放弃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赢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你怎样面对数 对 被批评的时候 你怎么样 什么形态啊 都要再站起来 对对对 而且很多运动员 都会有精力受伤这一些 然后他们要怎样bounce back 我的好朋友 他的膝盖啊 开过三次 现在就没有打蜡 但他之前的时候 就是开了过后 你就rehab咯 然后你又再打咯 又再断咯 又再rehab咯 哎呦 其实我觉得体育学校啦 是一个很amazing的experience 真的很累 那时候你不一定想 那时候你是觉得 这是什么鬼学校来的 因为很累 对 我们volleyball算轻松 我们是七点到八点半练球 九点到两点半上课 brow三点到五点 研修晚上八点到十点 这是我们的life brow monday to friday 你不会觉得很pressure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运动员 其实我读过三个中学 当你跟一般学生的时候 他们会不理解你 当运动员跟运动员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那一种training过后 你的辛苦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support system 是很好的 而且第二点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学坏 真的 因为你 不会不平衡吗 就觉得青春都在这 不会了 为国家奉献了 不会了 因为那时候你的脑就是想着我要怎样赢 另外一个我很佩服的就是那个纪律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纪律的啦 可是我发现纪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的 真的体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可以handle 就是做很多东西at the same time 是因为我们习惯了 很像那时候我们考SPM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打取位 有人讲SPM就是SPM 你爸爸妈妈只给你读书 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没有的 我们就是一样照常打球读书 打球读书 我还是可以拿 没有很好啦 把都有7个A嘛 哇 就是你只要你想要 你就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之前的那种体育学校练出来的那种精神 是如果你遇到一个 可能就是朋友 他真的是很不self-discipline的 你会怎么跟他讲 第一点 我很不能接受自己不懂要什么的人 哦 I mean like 你可以不知道 不然你要去explore 你要去take action take the action也是不行啊 at least you try at least you try 这样你不是跟累好的人讲这话哦 啊我不能哦 我很累哦 I mean like 人生都这样累啊 我怎么 我还要跟你讲这样多什么 I mean like of course 如果真的是当下机缘巧合 我们要聊天 这样可以聊啦 嗯 可是就不需要过多的聊天啦 哈哈哈 我怎么要跟你讲这样多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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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如果我有一个朋友 我不是很sure我自己要什么 首先要先搞清楚这一点 对 有迷茫是正常 我觉得有迷茫 然后我们偶尔有down的时候 这些很正常是OK的 我觉得至少你有兴趣吧 你要懂你喜欢什么吧 如果你不知道 这样你就去做something then去find out 你喜欢跟你不喜欢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是你自己的 天不会掉下来给你了 这样怎样选呢 怎样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我觉得当下的感受很重要 很像我的话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我做很多partight 我做waitress啦 我做promoter 我做老师 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体验 然后我做office 工 我特地internship 选PublicbankHQ 嗯 然后银行嘛 因为我就觉得 哇stable life 很好这样 哇我不能哦 嗯 我每天都在 打课睡 我太辛苦了 那个life是很安逸很好的 可是我知道我不能 所以我觉得就是 sometimes you really have to do 你才懂 嗯 撇开年龄啦 当然是我觉得越小的时候 你越勇敢去try 是更好的 因为你的代价没有那么大 但是sauce啦 你人生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说话真的是 其实我想要的话 somhow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什么nam 我什么不nam 我没有要去动我不nam的东西 你觉得你会很欣然的接受挫折 给你带来的成长 还是你我自己是真的是从挫折中成长呢 怎么说挫折 就是挫折就是你遇到你人生 像你讲的你要的你都可以得到 ok 这样的话就没有 好像for example same的话 其实我在我20岁跟我18岁好像我都有try过 嗯 然后我都没有中了 然后你的好朋友中 我的好朋友是谁 就是我可能我们两个人还没来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try 然后他收到call 可是其实可能他只是simply要 可是可能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一年 可是结果我没有 所以就回到去另外一个 我也觉得很值得探讨 可能你是运动员也可以讲一下 很多时候那个评审都这样讲 哦你要有平常心 你的得失心不可以这么重 往往是没有什么得失心的人才会赢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做到 因为当你在比赛的那一刻 unless你今天是make a goal that I'm here to make friends 不然的话就是I'm here to win 所以你会把这个影看得很重 可是真的是这个 这个平常心是让你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当你冷静了 你去享受 像for example 选美 你一享受的时候 别人是看得出的 嗯 as compared to 你去做做的 去很extra的上面 然后你不自然 嗯 可是人家会比较喜欢这个 哦我看得很舒服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常心 是一个让我们去冷静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 怎么 因为你很积极啊 我很欣赏积极的人 可是咯 积极积极积极都没有result good 那还没有到罢了 没有白走的路的情 每一步都是值得走的 我们的人生的路 好 我们的conclusion很好耶 哈哈哈 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很积极 然后很乐观 没有把一些无谓的力气放在不需要的地方 对 我觉得人生 我们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因为你其实你是 我觉得你是很多现代人的另一个反差 现代人很比较情绪主导一点 然后很多内耗 懂什么 因为太得空了 啊这个我认同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去找东西做 就不会内耗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啦你钱不够用的情况下 然后你就想办法赚钱 然后想办法做好事情 就没有去 关键是 也没有很爱钱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也是另一个关键 有 也就是你穷 你才需要赚钱嘛 那如果你又生活到OK 你又没有很爱钱 啊你就没有动力了 当你没有动力了 你就没有方向 你就内好 你再安排下一集啊 你再聊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期待你的生意 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哦 好的 来我们拍张照啦 好的 看吧我就说吧 这一集是我们拍过以来最开心的一集 真的啊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妹 因为我觉得她很积极 不过吼 我相信人是不会没有不开心的事的 只是可能这一层车没有办法听到她说一些不开心的事这样子 这样子的人的人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除非上天要给她请上天花 真的 她可能遇到一些很大很大的挫折 大过选美没有得这种挫折 有一个说法我最近还听到了叫做第一世界问题 我们是第三世界 就是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 那第一世界问题就是有钱人啊有条件有资源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 那对很多人来讲根本都不算是问题 那我希望她也不要只有第一世界的问题 有些真的是可以挑战到她 所以她还可以成长到更好 因为在我的信心里面 我还是相信困难会让一个人真正的成长 你们有没有任何感受啊对于 我只是怕她trigger我们这些内耗的人啊 是哦这一集会trigger到内耗的人 诶你们平反一下啦 我不占任何傻的 因为我也有内耗的那个moment 我自己也曾经很有相信力 像她这样子 觉得努力你一定就可以得到 可是我也确实试过努力啊得不到 那是让你开始内耗的源头吗 哦我觉得是啊 然后我开始觉得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 你一努力就做得到了 嗯 会产生一种无力感 然后那种无力感是慢慢吞噬你的动力 这样够力啊 这样如果她是你的朋友啊 同样的问题啊 她是你的朋友跟你讲 你母母内耗的人你会怎样跟她讲 就像她也不会跟内耗人讲太多话 我们内耗人应该也不会跟她讲 所以哦我真的是这一集大家要留言一下 我真的特别想要知道内耗的人怎么想 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同理 其实任何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完全全同理一个人的 有些是某程度上啊 她这个存在挺特别的 因为在她这个年龄我好像遇到比较多都是比较内耗啊想比较多啊 像她这样clean cut 她没有没有其他的 不过其实这个也是吃亏哦 如果怎样说 同理心没有很强的话 其实今日如果surrounded你的人就是真的比较情绪化 那你就少了一个跟人家连接的一个武器 而且她modeling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行业来的 如果还没有办法投入那个情绪 可能某程度上对于一些特别的需求的工作也会比较难完成 这样子 我看回去我觉得那时候我的男朋友发表是很合理的 我没有去find out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发表 看到的是他想要控制我 但其实不是 只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给到他安全感 那这样要怎么办 不出去 赚取他的信任哦 这样要怎样赚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